大家好,刚刚获得的消息 现在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已经宣布 即将举行全民公投 这个消息也得到了俄罗斯媒体的证实 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举行全民公投 顿涅斯克以及卢干斯克也发表了自己的声明 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的议会 就承认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为俄罗斯联邦主体 举行全民公投声明 我把声明全文给大家简单翻一下 卢干斯克公共议会所指出 这一步骤将确保共和国领土的安全 并为其恢复开辟新的机会 我们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及时的要做出立即在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境内举行公投的鉴定决定 我们相信这一倡议将得到 卢干斯克地区人民的权利支持 并加入俄罗斯联邦 不仅是对历史正义的庆祝 而且还将保护共和国的领土 在复兴和恢复我们地区的力量 恢复成熟的和平生活的道路上 开辟新的机遇 这是最新的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声明 顿捏斯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普希林 也致电了卢干斯克领导人 那双方也讨论了共同举行公投 那普希林说 已经与卢干斯克的领导人 讨讨论了双方共同举行公投 如果顿巴斯地区并入俄罗斯联邦 那么针对顿捏斯克和卢干斯克 所有的乌克兰军队的炮击进攻行动 就将是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全面战争 实际上这有一个背景 我把这个背景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普希林 致电卢干斯克领导人的画面 实际上很快 顿捏斯克和卢干斯克将举行 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公投 背景是什么呢 实际上大家看这张图 乌军现在在顿捏斯克宪法边界内 正准备发起西英伦的进攻 也就是在顿捏斯克发起新的攻势 那么如果顿捏斯克和卢干斯克 并入了俄罗斯联邦 那么乌军进攻顿捏斯克和卢干斯克 就意味着对俄罗斯联邦领土的进攻 那么俄罗斯联邦将会动用 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手段 保护顿捏斯克和卢干斯克宪法边界 实际上呢 今天的乌军在顿捏斯克方向呢 又获得了一个城镇 叫亚罗瓦 在这儿 红点这个方向 在这个斯拉维扬斯克北部 亚罗瓦 实际上在哪呢 是在利曼的北部 斯亚图格尔斯克 也就是在圣山拉布拉 北部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呢 实际上是靠近 奥斯基尔 也就是靠近利曼的北部 这个突破呢 实际上大家看这个虚线 虚线 已经在顿捏斯克宪法边界内了 那么如果和奥斯基尔 北部地区的一共 连成一片的话 那么实际上 对奥斯基尔和东岸的俄军造成了威胁 所以现在呢 顿捏斯克 卢干斯克 现在呢 有强烈的愿望要加入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方面呢 现在呢 也并没有回应 除了在北部地区啊 乌军现在获得了突破 在南部 在南部 在顿捏斯克的南部 现在乌军呢 也要寻求新的进攻 特别是在新托里奇克这个方向 弗洛达 那截止19号的乌克兰 顿捏斯克时间18时 最新的消息呢 乌军又炮击了顿捏斯克市 顿捏斯克市呢 死亡13人 而且呢 包括妇女和儿童 包括亚新诺瓦塔亚 斯拉德基 马利英卡 佩斯基 斯塔罗米 都遭到了乌军的炮击 那过去呢 几天里啊 乌军 一个编队呢 对佩斯基 马林卡 发动了 五次进攻 那么都被俄军阻止 乌克兰武装部队 第115旅 第79旅的部队 在人力和装备上 遭到重大损失 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 那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顿巴斯的集团军 指挥第115旅 剩余部队 已经撤到了 新赛利多夫卡方向 那么第115旅的 剩余人员呢 连同预备一人员 目前已经整边 进入了第56旅 已经由第56旅接管 那么115旅 现在由56旅接管 共同执行顿巴斯作战人物 那么乌军 还向顿尼斯克方向 增兵了115 毫米的远程火炮 包括M109自行榴弹炮 在乌格拉达尔方向 就是弗拉达尔方向 在这个方向 乌克兰武装部队 正在等待 增援部队 从巴布洛格勒方向 增援部队 到达乌格拉达尔 目前呢 俄军发现啊 大量的无人机 以及侦察机 在这个方向 在顿尼斯克南部地区 进行徘徊 也就是在顿尼斯克南部地区 实际上乌军呢 在进行着 在顿尼斯克南部地区 乌军在进行着这个 战前的侦察 战场侦察 实际上我说过啊 乌军呢 在准备在佛罗达 新托雷奇克方向 发动进攻 那么就会包围 顿尼斯克南部地区 那么实际上 对顿尼斯克来说 非常危险 所以现在呢 从顿尼斯克 卢干涉 他要求加入 俄罗斯联邦来看 大家也清楚了 那么乌军下一步 如果在顿尼斯克南部地区 发动了对马利波尔 马利波尔的包围 特别南下 马利波尔 那么俄军很有可能会动用 国内的核武器 包括核武器 如果对顿尼斯克 卢干涉的进攻 那么也意味着 对俄罗达斯联邦的进攻 那现在要等俄罗达斯 俄罗达斯方面的态度 那现在呢 正式申请已经提交 今天还有个消息啊 就是 马利波尔方向 大家看这个 这个女孩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着 当时呢 在马利波尔的亚素钢铁厂 这个女孩 被扶 那她呢 实际上呢 在亚素钢铁厂啊 在这个亚素钢铁厂战斗中啊 她曾经在战场上高歌一曲 全世界媒体瞩目 那么现在呢 俄罗斯的媒体 对她做了一个纪录片 纪录片呢 我看了一下啊 看了一下纪录片的样片 这个纪录片呢 后续会在社交媒体上播放啊 我到时候会把这个 完整的给她播放 这是当时 她在亚素钢铁厂的地下室 作战时候唱歌的画面 这个所有人呢 应该很 都应该很记得 有记忆啊 歌声还是很美丽的啊 那么现在她的一些消息呢 也公开了她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啊 是好像一个普通的一个士兵 她是狙击手啊 她实际上是神射手狙击手 而且呢 可以这么说吧 心狠手辣啊 这个女孩手里的人命非常多啊 她狙杀的这个俄军啊 人数也是非常多的 那么现在俄罗斯媒体呢 正在做她的一个纪录片啊 就是 关于战争的啊 亚素营 而且她是什么呢 她是极端反俄的 从纪录片里面 现在也看她是极端反对俄罗斯 甚至呢 喊出要把俄罗斯全部杀死 所以呢 她当时在亚素营里面是极端分子 当时在地下室 我记得这个几个月以前啊 这女孩的歌声在国内啊 实际上中国国内摄像媒体上也很火啊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她的背景啊 只是在 劳改营里面 她现在呢 已经被关押了 这个纪录片呢 实际上已经 已经制作完成啊 后续会在摄像媒体播放啊 我呢找一个时间 我把这个纪录片 找一个时间给大家播放一下啊 这是今天啊 顿尼斯克最新的消息 从现在呢 顿尼斯克卢干斯克啊 要加入俄罗斯联邦来看 在整个顿巴斯地区 整个顿巴斯地区 局势将发生一个新的变化 也就是未来对顿尼斯克卢干斯克啊 特别北约部队啊 这种进攻也就意味着对俄罗斯联邦领土的进攻 那么现在呢 包括赫尔松方向啊 赫尔松也准备尽快举行公投啊 尽快举行公投啊 那公投如果被批准的话 那么整个的顿巴斯加上赫尔松啊 包括扎布洛一部分 那么未来 北约部队如果进入和俄军交战 和顿尼斯克卢干斯克顿巴斯的民兵交战 也就意味着和俄罗斯联邦交战 就进攻俄罗斯联邦领土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整个乌克兰战争就演变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 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 所以这个战争很有可能会升级 我还会持续观察 后续俄罗斯方面有最新的消息 关于卢干斯克 顿尼斯克并入俄罗斯联邦最新的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